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發現偷食的時候 男人會死得比較慘 從現在開始 響鐘俱樂部會在YouTube做限時直播 計算適合時間 不要錯過 懷疑或者發現自己另一半有性病 但通常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自己都有了 如果你這樣想 一個女人有性病 其實是比那個男人有性病 為甚麼 第一就是 我經常承認著 向外和向內的問題 如果生理上 女人的器官向內 她有的時候 其實很… 好像會走得很入 你很難搞到她 難處理 你向外都可以拿出來 嘩 不會很癢 批一下她 不應該批的 我相信醫生也好 是這樣的原理 那你怎麼批她 裡面很辛苦 在裡面 而且是難搞過在外面 還有今時今日 就算不說生理上 今時今日 如果同一個病 一個女人生 一個男人生 一定會覺得那個女人比較髒 比較好一點 男人就是那些 外面捏回東西 儲自己不小心 那些 那個白癡不帶袋 可能是這樣 對不對 女人就不是 女人會被批判 你覺得 女人會被批判多很多 我覺得 你覺得是不是 我覺得不是 我反而覺得普遍來說 如果女人有性病 我接觸過的個案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同情過女人 大家直覺上 就會覺得 因為男人滾 大家會覺得 男人滾的機率是高 女人滾的機率沒有那麼高 所以當女人有性病 大家都會覺得 女人是一個受害者 當然這個想法也不一定是正確的 我覺得 我絕對反對 我覺得不幫 偏向的人是這樣想 我接觸的人是這樣想 我覺得女人出去偷食 和男人出去偷食的機率 是相同地高的 其實是相同地高 我講真的 只不過如果被發現偷食的時候 男人會死得比較慘 是啊 通常都是這樣的 你遇上暴躁 男人可能真的搞出人命 但是很少男人去滾 女人發現 然後搞出人命 這個機率是相對少一點的 其實我突然無端想 如果一個男人是有去滾 那個女人已經 原諒就原諒過了 生氣就生氣過了 那有什麼 是會真的阻止那個男人去滾 那個女人真的可以嘗試 放一把剪刀在枕頭底 你什麼都不要做 你只是嚇他 你等他自己發現 這樣他就會害怕了 297-1825